很热的这个北大的校长实名推荐制 我不知道您了解没了解相关的 好像大家一直核心在争议的 也是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想讲就是说 西方可以做 做得还不错 也不是十全十美 还不错 在我们东方要斟酌 这件事情在韩国发生 台湾也发生 就是说韩国跟台湾都曾经要 想放弃这个联考比试这种事情 发觉有问题 这是东方社跟西方社会 大家能够想象到 举例来讲 有一天我们中国都没有比试 都是用面试 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不敢想象 我想再讲一遍 即使在美国很多好的学校要面试 因为我也很熟悉他们 他们也是从考试成绩不错的 或者有特殊才能 特殊的 非常特殊 譬如一个数学天才 是兼职这个世界 几百年没有天才 其他都不好 这种非常特殊的 不然他们都是在好成绩里面 去面试 还是有一个参考标准 有参考一定的 当然你可以说 这个参考标准可能不标准 我再讲一遍 反正对这个问题 有意见的人要做一点研究 要做研究 但是很可惜的 这方面的研究是非常少的 我等一下下午会再进化给一个演讲 就是谈这个教学跟研究的关系 我这个演讲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提出几十个问题 这些问题都是普通的问题 但是都没有人研究 大家都认为应该是这个样子 但事实上不是的 我可以举个例子给你听吗 好啊好啊 很多这种例子很多 譬如说我们常常认为很成功的人 譬如说这个美国的Fortune 500 这是五个最500家最大企业的老板 CEO 那就是世界500强 世界500强 或者美国500强企业 一般的讲法说 这些人可能已经都不是好学生 对不对 一般人都认为 这句话是有问题的 因为我知道有答案了 这些人在大学成绩都还不错了 我只是举这个例子 像这种例子是非常非常多的 就是我们常常认为一定要这样 所以会怎么样的 是不一定的 当然 什么叫好学生 也是可以引起争论的 如果只为了成绩好 而考得很好 这些就是读书 当然也不是 不是很理想的 可是有没有人 因为反对这样 而考试故意考不好的 有没有 没有吧 没有吧 对不对 我相信是没有 或者很少 对 我还讲一个笑话 有没有人 有啊 很少 有没有人拿到成绩之后 跟老师说 老师你分数给我给多了 应该少给一点的 有没有 很少吧 我当过这么多老师 一百个里面 九十九个学生都是说 老师你分数给我给太少了 多加几分 一百个里面有一个会说 老师你都给我一分 事实上我教三十几年的老师 只有一个学生找我 老师你分数算错了 我应该是这么多分 你多给了一分 其他都是给太少 所以我举所有这些例子 是想表示一个意见 就是说 对于教学 对于成绩 对于对社会的贡献 本身 是一个非常丰富的研究题目 但是很可惜 对这方面做研究的人 非常少 如果各位不相信我这句话的话 上网查查看 就知道了 因为现在网络也很方便 一查 我发现你可能找不到答案 如果有答案的话 也是人云亦云 我认为是这样 我认为是这样 对不对 那您做这个讲演 是希望呼吁更多的人 来关注这些问题 关注这些问题 研究这些问题 一个根本的因素 就是说 要有事实根据 evidence based 就是说 对于学术方面 我们要有一个事实的根据 要有根据的 就是邓小平讲的名言 白猫黑猫 总要讲清楚 能不能抓到老鼠 对不对 就这么简单 我们教学跟研究 跟教育 有很多理论 其实没有根据 我想要多做研究 您会自己身体理性地 做这方面的研究 会啊 好奇 我没办法全音全音去做 但是我有很多问题 很好奇 那我们非常期待的 您的研究成果 跟我们一起分享 我这个很少 一点点 一点点 就是说 大家彼此探讨 而且这个也 严格讲 这并不是我的专业 只是我的好奇心 我没有 没有 实际上